并订阅本频道的朋友2018年裁员滚滚大吉大利,这三大生肖,一生富贵多金,将是多才之人代表,生肖鸡,属鸡的人他们生来就是一个有憧憬的人,能够成为大富豪也是很有依据的,除了脑袋十分聪明以外,他们还具备超强的洞察能力,更是懂得如何与人相处,懂得如何跟身边的人交际应酬。 除了这些好的性格之外,他们还有着超强的投资能力,总是能够在投资之中利滚利,钱生钱,所他们成为大富豪是必定的事情,生肖牛,属牛的人往往是先虎后福的典型生肖,早年多出身于平凡家庭,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,甚至是需要早早出社会独立,扛起家计,吃了不少的苦头。 而且,越年轻的属牛人常常越是多磨难,在经历了十几载的奋斗之后,终于在三十五岁前迎来了人生的转略点,工作事业才出现良机,而至此苦日子也会熬到头。 接下来事业称兴,财富翻番,努力的属牛人,最后多半会成为富有的人,享福终身,生肖猪,不得不说,生肖猪的人就是天生自带财气的。 他们虽然早年自己爱折腾,收入其实可以,但总是存不下什么钱,下半生他们心虚平静,财运打开,前途一片光明。 所以属猪的人只要把握住机会,将来必定能够有钱有势,前途也是一片光明。 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互动,转发分享。 视频结束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。